嗨 亲爱的清单控们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课室 在上一节课当中 我们说到了使用清单过程中的两个重要环节 一是创造清单 二是管理清单 在创造清单的环节 我们应该使用尽可能避免干扰和打断的工具来完成 并且推荐了A4方格笔记本和幕布这款APP 今天我们就详细的来介绍一下在管理清单这一环节当中的工具 在这一环节中 强烈向大家推荐两款工具 印象笔记和抵达清单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一下原计划这两个工具将在一个课室当中完成 但我希望就这两个工具为大家分享更多的使用方法和技巧 所以临时拆分成了两个课室 一个课室 搞定一个工具 我想很多好奇宝宝肯定已经早就使用过这两款工具了 对吧 尤其是印象笔记 要知道这可是现在地球上呼声最高的笔记类应用了 另外一款工具名叫滴达清单 我使用过不少清单类的APP 在我现在看来 滴达清单是最适合我的 我已经使用了它的付费版本 接近三年 从这两款工具可以看出来 在管理清单这个环节上 我所使用的工具一类是笔记类的工具 一类是基于清单的代办事项管理工具 那么为什么我会使用这两类工具呢 这里从我们之前分享过的清单的三大类别说起 我们说过 清单可以分为三大类别 代办事项清单 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 代办事项清单呢 主要是用来记录未来一段时间内需要处理的代办事项 而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 则是为了让大量需要重复处理的事情更加的规范 并以此降低错误率 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角度对策三个类别的清单进行分析 第一 重复处理的频率 毋庸置疑 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的使用频率通常都很高 对吧 仅仅是一次性使用的话 我们也犯不着花一些精力来建立这样的清单了 而代办事项清单不同 大部分的事件很多时候我们都只是一次性的处理 即使是需要重复处理 我们也只是需要使用工具来做一个提示而已 另外还有惯例性的事件是每天或者每周需要处理的 比如我会有每天进行冥想 每周整理自己的笔记等等这些惯例性的事项 第二个角度呢 是每一份清单的复杂程度 代办事项清单通常就只是一个提示性的短句 比如制作本月销售活动数据分析的报表 这样的任务提示信息 并加上少量的提示信息 而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呢 通常一份清单当中包含很多相关联的事项或者物品 所以一份清单的内容呢 往往会拉得很长 在重复处理频率和清单的复杂程度 这两个角度进行综合考虑的话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 代办事项清单它的重复处理频率很低 而且这种清单它也更加的简单 而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则是我们需要经常处理或者是核对 而且它的内容复杂程度更高 是这样的一种清单 基于这个结论和自己的总结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关于挑选清单工具的建议 对于代办事项清单 请使用专门的事务管理工具 而对于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 则使用笔记类的工具 这两类工具其实选择都还蛮多的 比如事务管理工具 除了递达清单之外 还有奇妙清单SIMS等等 笔记类的工具呢 除了印象笔记之外 还有大家都知道的维之笔记 游到云笔记等等 所以在今天的课时中 我为大家介绍工具的时候呢 是以印象笔记和递达清单为主 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你也得选择它们 工具呢适合自己就好 尤其是你现在已经有喜欢的工具 就完全没有必要替换它 学习一些我的使用方法就可以了 另外说到这儿需要给大家提个小 在网上你会看到很多教你如何使用印象笔记 来记录代办事项 甚至进行时间管理的文章 但是我奉劝你千万别这样做 为什么如果你实践过时间管理的话 就会知道时间管理当中很重要的元素 是代办事项清单和执行这些代办事项的日期 如果我们使用印象笔记来记录这些内容 会怎么做呢 首先根据自己的需要 列出各种各样的代办事项清单 像我们之前分享的过程一样 比如工作任务清单 学习任务清单等等 然后工作任务清单当中 有三项是需要明天处理的 OK在任务后面写上截止日期 是明天 学习清单呢 同样也是如此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是一个清单的话 那还好 但是如果你的清单是三个 甚至更多 你要从这些清单当中 找出明天需要处理哪些事情 应该怎么办呢 你只能逐一打开每一份清单去查找 这样的效率未免也太低了 对吧 所以千万不要相信使用印象笔记 来进行时间管理的技巧 如果你信了 那么你的时间 就会被耗费在时间管理这件事情本身之上 专业的事情必须得使用专业的工具来解决 印象笔记是知识管理工具 而时间管理也就是代办事项清单 你也得使用专业的工具 下面我们就分别来介绍一下关于 清单管理以及印象笔记的使用方法 众所周知 印象笔记应该是现在被使用的最多的笔记工具了 这是一款来自于美国的笔记软件 它本来的名字呢 叫做Everloat 从开始到现在 它的图标始终都是一头大象 这有什么寓意吗 当然有 在美国有一句谚语 叫做Elephant never forgets 翻译成中文呢 就是大象永远不会忘记 这就是印象笔记的理念 把你的信息存放在印象笔记当中 你就永远不会忘掉它 印象笔记几乎支持所有的平台 所以无论你是使用安卓还是苹果手机 也无论你是使用Windows还是Mac电脑 你都能够下载到它的软件和APP 甚至呢 你还可以通过网页来使用它 在印象笔记里 有四个最为基础的元素 笔记 笔记本 笔记本组和标签 我们先来说说笔记 你可以通过创建的方式来建立一篇新的笔记 或者呢 将其他地方的内容收集进来 这是印象笔记当中最基础的元素 你可以保存多达十万条笔记 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 我现在的笔记呢 大概有两千多条 但是呢 之前在我清空回收站之前 回收站里有接近两万条笔记 其次呢 是笔记本 这是印象笔记当中 对笔记进行归类的重要元素 你可以创建多达250个笔记本 我现在呢 拥有95个笔记本 再然后是笔记本组 笔记本组就是笔记本的收纳器 和很多笔记软件不同 比如维之笔记 印象笔记的管理方式呢 仅支持笔记本组和笔记本 一条笔记必须隶属于一个笔记本 如果我们以文件夹的思维来看待它的话 那么就只是支持两级的文件夹 大家觉得这个是不是非常的不方便呢 其实我们应该换一种思维来看待它 首先 这让我想到了带有分类页的笔记本 这种实物笔记本 我们就可以把它想象成笔记本组 而经过分类过后的每一个区域呢 就是印象笔记当中的一个笔记本 里面一页一页的纸 这就像是印象笔记当中的单条笔记 所以印象笔记的这种设计 我认为是比较符合真实笔记本的设计理念的 另外 这种两级的分类方式 使用久了过后反倒觉得挺好的 因为在文件管理当中 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当你需要通过进入三层以上的文件夹 才能找到你的文件的时候 那你就应该重新设计你的文件管理结构了 因此印象笔记的两极分类是非常科学的 很多小伙伴在实际运用印象笔记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遇到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创建笔记本组 其实在印象笔记当中 笔记本组是不能直接被创建的 你需要拖动一个笔记本到另一个笔记本的上面 这两个笔记本就会自动的组合成一个笔记本组 最后一个元素是标签 这是印象笔记当中一个非常强大的功能 你可以为一篇笔记打上多个标签 并且在印象笔记当中文件结构是两极的 只有笔记本组和笔记本 但是标签却是可以多层级的 很多印象笔记的新用户都不太明白标签应该怎么来使用 其实一句话就可以说明它 这篇笔记是什么 决定它应该属于哪个笔记本 这篇笔记包含了什么 决定你应该给它打上的一些标签 比如我在读完李生老师的印象笔记 留给你的空间这本书之后 然后写了一篇读书笔记 如果保存在印象笔记当中 我会保存在读书笔记这个笔记本当中 把它和所有的读书笔记都归类在一起 因为它就是一篇读书笔记 对吧 但是同时我会为它打上效率 APP印象笔记技巧阅读笔记等等这些标签 因为这一份读书笔记同时包含了这些特性 在标签的使用上 我建议大家为你的笔记多打一些标签 我通常每篇笔记都会有四到六个标签 这样在查找的时候 我能够直接搜索这些标签 就能够找到笔记 非常的方便 说到标签 这里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使用标签的技巧 除了常规的笔记属性标签以外 我还有一套简单的 我把它称之为状态标签 那么什么是状态标签呢 我对它的定义是这样的 状态标签用于标记出一篇笔记 对我而言我需要怎么去处理它 比如我保存了一篇文章 是我需要尽快去阅读的 那么我会为它打上感叹号锐的这个标签 代表着需要尽快阅读 我在标签的前面加上了一个感叹号 而这就是我自己定义的状态标签的通用标识 除了尽快阅读的状态标签 需要把这篇笔记梳理成为经验的 还有后面我们将要分享的感叹号template 代表着这个笔记是一份模板 并且你可以把这些标签手动添加到印象笔记的快捷方式去以 以便更快的访问 另外我非常不建议大家去管理你的标签 因为通常标签这个玩意儿因为非常的多 所以会显得非常的混乱 如果你有强迫症的话 会非常想要去整理它 但是管理它们会耗费大量的时间 你只管搜索的时候使用它们就行 只管使用不用管理 当然印象笔记的功能很多 但我相信聪明的你一旦用起来 就会知道这些功能应该怎么使用 OK 关于印象笔记的基础功能介绍 我们就到这里 因为印象笔记是一款非常简单的笔记软件 我们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它的使用场景上面 而非具体的功能之上 如果你想了解更详细的使用技巧 可以识别PPT当中的二维码 学习我在维护出品的笔记述课程 现在我们的重点是再来说一下 如何使用印象笔记来管理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 使用印象笔记管理清单 我们可以把它归纳为三个简单的步骤 分别是创建 管理和使用 我们先来说说创建 这一步其实就是在印象笔记当中 创建一份新的清单 现在按照我们前面分享过的方法 你可以很轻松的列出一份检查清单 或者是流程清单 然后你需要用合理的方式 把它们录入到印象笔记当中来 你可以使用简单的大纲方式来录入 或者细心一脸的小伙伴 可以在印象笔记当中 使用表格的方式来录入 录入之后呢 你需要有两个步骤 让它们更易于查找和使用 第一步是起一个合理的标题 什么是合理的标题呢 在你的标题中应该体现出 这份清单的目的和运用的场景 比如说我的一份清单 CL横杠旅行物品检查清单 三天以内 这就是一个很明确的标题 这其中CL大写的字母代表的是checklist 也就是检查清单 除此之外 还有FL代表的是flowlist 代表的就是流程清单 第二步 按照我们前面说的方式 为这份清单打上合适的标签 比如说刚才那份旅行的清单 我可以把它打上旅行清单 检查清单 物品清单 这些标签 通常对于这一类每次出行前 都需要检查的清单 我还会为它打上一个名为 感叹号template的状态标签 意味着这是一份模板清单 关于模板清单 稍后呢 我还会进行说明 OK 这是在印象笔记当中 创建一个清单的步骤 现在我们再来说说 如何使用印象笔记来管理清单 管理也就是把每一份列好的清单 都放入它应该属于的笔记本当中 你可以创建一个专门的检查清单笔记本 用于管理所有的检查清单 另外你也可以针对清单的性质 来创建不同的笔记本 来管理这些清单 比如建立一个名为旅行记录的笔记本 来管理所有旅行当中的 行程安排票据凭证等等 然后把这份检查清单放在里面 每一份清单 我们都需要把它放入 相应的笔记本当中管理起来 我们建立的所有的清单 最终呢 都是为了使用 否则清单也就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管理清单的最后一个步骤 即为使用清单 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更加高效的 来使用每一份清单呢 前面的课室中 我们有提到使用清单的时候 最好是有一种行为作为反馈 以表示这个任务已经完成 或者呢 物品已经准备好了 通常而言 这种行为就是打勾 但是问题来了 比如刚才的旅行清单 第一次旅行的时候 我打了勾 那么第二次使用的时候呢 又把这些勾去掉吗 这种方法非常不妥 第一非常麻烦 第二更重要的是 如果把打勾的记录完全清除掉 后期呢我就无法回溯完成清单步骤的记录 对吧 对于一个严谨的人来说 我希望我每一次使用这份清单的时候呢 都是有据可查的 这就是清单模板的妙用 如果我们有一份清单是需要重复使用的 那么不妨在第一次列好这份清单之后 为它打上 感叹号template这样的标签 以标记出这是一份模板清单 或者呢建立一个专门的模板清单的笔记本 把所有的模板都放在里面 而在后期每次使用这份清单的时候 都复制一份出来 再进行标记 使用完毕之后 修改一个笔记的标题名字 然后打上相应的标签 放到相应的笔记本当中 另外呢 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技巧 如果你觉得在印象笔记当中 每次录入一个复选框 都需要去点击蔡大蓝这个操作 比较麻烦 那么可以记住录入复选框的快捷键 在Windows版本的印象笔记当中 快捷键是Ctrl Shift加C 而在Mac版本的印象笔记当中 快捷键是Shift Command加T 配合清单模板 我们可以最大程度的发挥清单思维的作用 每做一件事情都按照检查清单 去检查和执行 大大的降低错误率 并节省大脑当中最宝贵的思维支援 这样一来 久而久之 我们的印象笔记当中 会有越来越多的清单 刚才我们提到了如何使用印象笔记 来管理这些清单 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技巧 来提升清单使用的效率 这个方法就是为清单建立索引 索引的作用就是 把大量已经存在的清单 建立一个目录 这就像是一本书的目录一样 而这些目录则以链接的方式存在 在索引中 你想查看哪一份清单 就点一下链接就会跳到指定的清单当中 那么这种清单索引是怎么建立的呢 建立索引的第一步 是通过搜索 找到所有相关的清单笔记 如果这些笔记都在同一个笔记本当中 那就比较方便 直接进入笔记本 通过快捷键 Ctrl加A 全选这些笔记 然后点击创建目录 就可以新建一个笔记 这条新建的笔记 就是一个目录所以通过点击目录当中的标题链接 就可以进入到指定的笔记当中 而在后期如果要更新这个目录的话 你可以把新的笔记标题录入进去 然后再在需要添加的新笔记中 点击右键 菜单当中的复制笔记链接 然后再回到目录这条笔记当中 把复制的链接添加进去就行 有了这份所以 我们就可以很方便的管理自己所有的清单 甚至我们可以把很多相关联的内容 同类型的内容都以这样的方式建立一个 所以来更好的管理 这就是我们针对于不同内容所建立起来的清单 OK 在今天的课程中 我们分享了清单管理当中的重要工具 印象笔记 它主要用于管理篇幅多 而且使用频率比较高的检查清单和流程清单 我们介绍了印象笔记的基础功能 并分享了使用印象笔记来管理清单的方法和技巧 在今天的课时之后 希望大家能够尽快的开始使用印象笔记 来管理和使用自己的清单 请记得在课程中 我们所分享的所有操作方法和技巧 你都需要尽快的实践起来 因为72法则告诉我们 当你在学习了一项实践性的技能之后 如果不能在72小时 也就是三天以内进行实践的话 很可能你就永远都不会再实践了 所以尽快行动起来吧 我们今天的课时就到这里 下次课时将为大家分享 用于管理代办事项清单的工具 抵达清单 我是清单控沙流 我们下次课时再见